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女星以内超过30位家长涉嫌贿赂官员 找枪手帮子女代考甚至让孩子变成体保生 免试入学进入史丹佛南加大UCLA等等名校就读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入学诈欺案 欲望失奶女星费利西蒂和夫曼 还有经典影集俏皮老爸天才娃女星罗莉洛林 戏外人生起伏比戏里还要剧烈 为了让小孩念好大学 何夫曼花费约台币46万元给仲介 找枪手修改长女大学考试答案 而罗莉洛林则支付超过台币1500万元 让两个女儿以提保生的身份进入南加大就读 罗莉洛林女儿走后门上名校当起学生网红 还自创美妆品牌 没想到高材生形象龙杰 有架杠学霸直呼不意外 不少名校教练被指扣收手贿赂 让根本对体育不在行的学生进入学校就读 有的父母甚至改图 把小孩的脸披在运动名将身上增加可信度 选案核心人物是他名教新格的男子 设立假慈善机构 向名人收取费用居中协调 这项假捐款真买学籍计划实行10年 33名富豪夫妻涉案 付出总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 折合台币7.7亿 把子女送进顶尖名校 尽管多数孩子都说不知情 检方人不排除起诉学生 另外这些明星家长最高将面临20年徒刑 不但赔光名声做了最坏示范 恐怕也赔掉子女的前途 三连新闻综口不倒 三连新闻